大家好,今天想大家講講俄羅斯版的安禄山叛變 搞了一天就快速完結,普利哥遵轉態轉得快,保住條命 另外,雅加納雅兵集團面臨瓦解,令俄軍在沃蘭戰場的軍力將會削弱 俄羅斯雅加納集團兵變急轉直下,他們在叛變24小時攻到距離莫斯波200公里時 突然達成和解,全面撤兵回應,關鍵協調人物是白俄羅斯總統努卡申科 在雅加納集團開始叛變的6月24日上午,俄羅斯總統普京向白俄羅斯總統努卡申科 介紹了雅加納集團叛變的情況,兩國元首同意聯合採取行動 原來努卡申科認識雅加納集團首度普利哥遵二十年 在普京同意之下,努卡申科做中間人和普利哥遵舉行會談 會談持續了一天,最後雙方就停止在俄羅斯領土上發生流血衝突,達成協議 努卡申科在社交媒體帳號發布的消息說 馬格勒僱兵集團創始人普利哥遵接受了他的建議 停止武裝人員在俄羅斯領土上的行動,並採取進一步措施,緩和緊張局勢 隨後,普利哥遵也發表消息說,馬格勒集團的車隊停止行進,調轉方向回到營地 也在6月14日,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發表關於事件的聲明 他說,針對普利哥遵的刑事立案將會撤銷,普利哥遵將會前往白俄羅斯 另外,那些沒有參加行動,或者中途改變主義,或者撤退亞格勒戰士 將會與俄羅斯國防部簽訂合同 佩斯科夫說,不知道普京對國防部長少於股的信任有任何變化 而在解決伴亂的接觸當中,幾乎沒有討論過國防部的人事變動 看完佩斯科夫的聲明,可以這樣總結 普利哥遵最後讓步撤兵,未來會去白俄羅斯 並且可能會長居於當地,或者找一個第三地移居 這樣他可以得到安全保障 之前,普京的杯酒式兵權行動繼續 亞格勒戰士將會與俄羅斯國防部簽訂合同,歸俄羅斯國防部管轄 意味著普利哥遵終於失去指揮亞格勒集團的權力 而亞格勒集團也很可能會解散或改組 另外,也沒有像普利哥遵要求那樣追究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 整件事看上來,也看到普京僵是老的了 普利哥遵開始叛變的時候,沒有與他激烈對抗,減少雙方的傷亡 但他一方面叫努卡申科與普利哥遵談 另一方面,自己就發表電視說,定性了普利哥遵是叛國行為 斷住他的幻想,最後逼得普利哥遵接受條件撤軍 簡單的結論是,普利哥遵就像俄羅斯版的安禄山一樣 打出清軍側的旗號兵變 但主要不同的是普利哥遵勝快速轉軌保住條命 其實普利哥遵和安禄山的狀況都真的有點類似 安禄山少年喪婦,因為母親改革一個突厥凡官安然案 改姓安,叫做陸山 安禄山通曉陸國語言,初時就在護士上做雙人交易的翻譯員 後來被名將張蘇貴養為養子,續劍升至遷勞將軍 安禄山手段狡詐,取得唐原宗和楊貴妃的重訊 還因為當時河北一帶,胡族集居,系族和斯丹族勢力較強,不時進擾河北 安禄山就以能征善戰鎮壓兩族立功,被唐原宗以靠為安邊長城 當前任宰宗李林虎死後,代李林虎出任右上即是中書令的楊國忠和安禄山不和 安禄山繼續發兵叛唐 灌變之前,他精選善養了羅、鞋、斯丹等航兵八千多人為義子 這批人好打得仗,而安禄山就不僅聚集軍隊 還分遣互相,到各地經商賺錢 他組成一個以少數民族武人圍骨幹 有漢族失意文人和地方軍人參加的財富力強武裝集團 在天堡十四年,安禄山在范陽起兵 以討伐楊國忠清君則為名,和平盧哲導使史詩明發動叛亂 甲三陣的兵力攻陷東都洛一 次年精月就在洛陽,建國大煙改元聖武,自稱洪武皇帝 不過他的下場都很悲慘 後來被爭奪皇位的兒子安慶誰刺殺 安禄山由基層摸爬打滾上位 又透過經商積聚財富,收編航兵至祖軍隊 甚至連喜事以清君則為名,都和普利哥津何其相似 其實普利哥津就像安禄山那樣 不單是催牛拍馬上位,而有實際戰功 安禄山精選的外族傭兵 其實與普利哥津搞的瓦格納集團移曲同工 外界關注,普利哥津作反失敗瓦格納集團瓦解 對俄互戰局的影響 這樣就先要了解普京為何要仲弄普利哥津 和瓦格納集團在戰爭中的作用 在俄互戰爭多場戰鬥當中,瓦格納集團和俄軍不斷爭工 但瓦格納集團的存在一直有三大特別作用 第一,做政府軍不能夠做的事 瓦格納集團一直籠罩在迷霧之中 它是一個私人顧容兵組織 但不是用一個私人武裝公司 例如瓦格納集團的名義註冊 也有一個說法說它在阿根廷註冊 總部就似在俄羅斯的聖彼得堡 瓦格納集團據取2014年 在瓦格納克利米亞危機首先出現 當時在盧金斯克這些烏東親俄地區 瓦格納政府軍和反俄民兵 和當地反基庫的親俄武裝開火 由烏特金創立的瓦格納集團 開始當地和親俄武裝並肩戰鬥 講白了就是俄羅斯軍隊不方便直接開入瓦格納地區 就有僱傭兵組織加入的空間 可以說是他們拿俄羅斯政府的錢去烏特蘭打仗 瓦格納集團初期創辦人烏特金是烏特蘭人 他曾經是俄羅斯聯邦軍隊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的宗教 指揮特中部隊參加過兩次車神戰爭 在敘利亞內戰期間已經退役的烏特金 就夾另一個僱傭軍組織斯拉夫軍團 為支持敘利亞阿薩德政府作戰 烏特金回國之後 就跟一些斯拉夫軍團的老兵一起建立了阿薩德納集團 再回到敘利亞 據說是參加了阿拉伯代祖爾等地的戰鬥 阿薩德納集團的命名是對德國作曲家阿薩德納的致敬 阿薩德納的音樂宏大振奮 在19世紀德國崛起的時候 它有重要的民族凝聚和精神激勵作用 也是希特拉年代法國的法定音樂 以至於以色列有很長一段時間禁演阿薩德納的樂曲 在2016年 阿薩德納在克力摩林宮出席祖國的英雄日活動 接受第四枚勇敢獎章 還與普京合影 此後 阿薩德納就沒有在公眾場合露面 生死未明 我現在有傳聞 現任阿薩德納集團的老闆普利哥津 其實一直是集團的出資人 他本人是做連鎖餐廳的 與普京的關係密切 但是他過去沒有公佈與阿薩德納集團的關係 直到去年 即是2002年才表露身份 而西方情報界認為 阿薩德納集團與俄羅斯政府關係密切 或者索性說 他就是俄羅斯政府的黑手套 專門去做俄軍或者俄羅斯情報部門 不方便直接出手的事 第二 保密性 到這次國會戰爭 阿薩德納集團 就公開作為一個特殊軍事存在而參戰 阿薩德納集團 連人數多少都沒有公開 他們的成員 來自前蘇聯各地 以俄羅斯人居多 但也有烏克蘭人、哈薩克等人 據說 在2016年初 阿薩德納集團只有1,000人左右 但到了當年夏天已經擴充到5,000人 而如今大約有2萬5,000人 在歷史上 阿薩德納集團的成員 主要來自俄軍、內務部隊的退悟人員 這些老兵 基本上軍事和心理質素很好 紀律而明 作戰頑強 主體年齡 在30至50歲左右 平均年齡40歲 後來也開始招募囚犯 他們作戰一段時間 就可以減刑或者突赦 成員只是在特定時間 得到指揮官許可 才可以上網玩手機 而暗何時候也禁止 在網上上傳有關訓練和作戰的消息 他們行動時 身上只有號碼標識牌 連名字都沒有 當然 阿薩德納集團的人工也很高 據說 每月去高達2,500美元 相比之下 俄軍的志願兵 每月只有30美元的軍響 義務兵就有500美元 阿薩德納集團作為私人企業 沒有義務公開傷亡數字 所有數字都只是外界的揣測 阿薩德納集團的入職協議規定 傷亡者和家屬不准就本人 或者部隊傷亡的情況 接受媒體採訪或者發表意見 否則他們的福利和補償就會取消 阿薩德納集團成員的標準付出金 可以達到8萬美元 對俄羅斯人來說是一個可觀的金額 而阿薩德納集團沒有死亡人數報告 就可以減少戰爭的死亡人數 對俄羅斯來說十分重要 烏克蘭戰爭 在俄羅斯公眾的支持度 一定程度也受傷亡率的影響 在烏克蘭戰爭期間 反戰的士兵母親運動 無聲無息 與俄羅斯的民意對烏克蘭戰爭的支持 以及公開傷亡數字較低都有關係 第三,作戰力 俄羅斯把烏克蘭重要作戰方向交給阿薩德納集團 因為烏克蘭的戰場 已經異化了 烏克蘭本來是一個一馬平村的地方 本來適合機械化大兵團的持平作戰 但是現代戰場已經不是那種狂飆突進 就能夠攻城略地的時代了 如果沒有C4ISR系統 即指揮、管制、通訊、資訊、情報監視和偵察 集成系統的支持 軍隊盡量深遠穿插 面對敵方得到C4ISR系統支持 進行機動防禦的時候 就很容易成為人肉靶子 烏克蘭戰爭前期 俄軍的失利已經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 俄軍的C4ISR平頸在短時間沒有辦法解決 而烏克蘭的水準甚至不及俄軍 北約或竟離戰場太遠 能夠提供的C4ISR支援 只是局部戰役級 整體上很難具體指揮 和整合烏克蘭的作戰行動 因此 起烏克蘭大川插機的發作戰 不是那麼容易達成 很快就演變成為 類似一次大戰式的陣地戰、搞殺戰 而陣地戰的好處是 對C4ISR系統的要求較低 烏克蘭去年反攻 本來有機會乘稱集中兵力 從扎波羅爾方向向馬里烏布爾劈入 撤斷俄斯通往克里米亞的阿卓海沿岸走廊 這樣極有可能大大地改變戰局 但俄軍搶先一步 不是組織被動的就地防禦 而是利用烏東的巴克穆特 作為頓巴斯口袋的特殊位置 將烏軍的主力釘在那裡 令烏軍不斷向這個 原本相對不太重要的戰場增兵 和俄軍拼消耗 在幾個月的重炮加持下 巴克穆特終於落入 瓦格勒集團的首中 這場是血腥和人艱鉅的戰鬥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 和80年前的斯坦特勒之戰 差別有限 烏軍六個女兒被打殘了 而瓦格勒集團方面的傷亡不明 但肯定數字都不低 在這方面 瓦格勒集團戰鬥力頑強 更加有不必公開傷亡數字的獨特優勢 就是普京依靠他們的主要原因 不幸地 因為瓦格勒集團和俄軍互搶戰功 大大加深矛盾 最後出現了瓦格勒集團領袖 普利哥津兵變之禍 可以這樣總結嗎? 一 俄板安六山普利哥津 勇兵自重 不受管束 造反出禍 他唯一聰明的是 快速轉軚 有機會保住條命 第二 所以瓦格勒集團由於叛變 沒有可避免 會重組或者瓦解 這機會影響俄方的士氣 也會影響他們的戰鬥力 但對俄司來說 不幸中之大幸系 沒有演變成為內戰 否則後果更加不堪設想了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